嗨,大家好,我叫孙玉珍,现在在Facebook工作 跟西雅图本地的一家餐馆,冬庭春有过长期的合作 在疫情期间我们也一起找到了很多方法 帮助冬庭春更好地度过这次疫情危机 想跟大家先聊一下,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 或者说半个局内人的角度去看一下餐馆行业 到底在疫情期间受到了什么样的冲击 以及我想通过这次机会把餐馆的成本结构跟大家说清楚 这样大家对餐馆在疫情期间受到打击会更清楚的认识 这样的话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拿着这些方法 去给自己的餐馆做一个网站 做一个delivery的这种自己做delivery的business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依赖第三方的外面平台 好了,话不多说,我今天先想讲清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餐馆的营业结构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和它在疫情期间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打击 其实很多小伙伴会觉得Uber Eats, DoorDash这些app很方便 自己在上面订了虽然会贵一点 但是在疫情期间餐馆应该可以通过这些第三方的软件 赚到足够多的钱来保证自己存活下去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对餐馆行业了解还是不了解的人的一个数字啊 就是如果你对餐厅行业了解的话 你会知道餐厅的食材成本大概是占售价的20%左右 特别特别低的话可能到15% 然后一些比如牛排店啊这样的可能是30%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是20%左右 但是与此同时呢,绝大多数的餐厅基本上只有5%到15%的净利润 那餐厅的大头到底是什么 我们用一个在美国的中餐厅来举例 他可能每个人去吃饭人均会花20块钱 20块钱里边包含了税费和小费 那其中已经10%是交到了税 然后15%是交到了小费 也就是服务员前台的手里 我们先算一下他一个月大概会有多少流水 一个好的餐厅呢,他的翻台率是有保障的 那他可能在好的营业的时候是200个人 然后不好的时候100个人 一天晚上可以接待这么多 那我们就拿一个很typical的餐厅来说 那就平均200吧 200人20块钱一个人 一天是4000块钱 一个月是12万 我们就简单一点就取10万块钱好了 那10万块钱里边2万块钱刚刚说了是食材的成本 但是这食材的成本只不过是这一个菜的食材成本 因为食材这种东西还会有损耗 所以说你如果加上损耗 比如说你有些菜卖不掉了 要扔掉了 或者有些原材料涨价了 加起来可能是在30%左右 那剩下的是你要交房租 一个好的店面 然后你要能支撑200人的客流量的话 你的房租起码是1万到2万一个月 那房租又是20%2万块钱 接下来你要付这个公司 其实餐馆最大的开支是在人工和房租上 你想一家这样的中餐馆 要一个人20块钱的菜 然后一天晚上要接待200人 你要有两个大厨的样子 这两个大厨可能还要配一到两个厨工 或者甚至更多的厨工 接下来你要有前台 你可能要有两个人倒水 两个人做服务员 你还要有一个cashier 所有的这些人加起来 再加上你可能要有前台 你在绝大多数餐馆是没有钱 自己请自己的会计的 他们会是在要么是general manager去坚持 要么是在需要的时候请一下 你还要有法务 你还要跟政府打交道 你要填各种干脑表格 你要应付卫生局 这些东西有的是钱 有的是人力 所以加钱大概就是一个月在5万块钱左右 那你50%的人力成本 20%的食材和20%的房租 最后留到手里的也就剩了10% 刚才说的那5万块钱是包含了服务员的小费的 你想吧 就是如果你付15%的小费的话 你的所有的revenue里面15%已经是在小费里了 但是你还是要付工资和后厨的各种各样的成本 总之这是餐馆的一个盈利结构 一个比较健康的餐馆 一个月5万块钱 可以赚5000到1万 就算是很不错的了 但是疫情呢 疫情来了以后会有两个打击 第一个打击是revenue下降 为什么餐馆要付这么多的房租 不光是为了厨房 更多的是为了这个organic的traffic 大家到了一个好的地方 然后下来吃饭 这种货客是不需要钱的 当然或者说这个货客的成本呢 就是你的location 你有一个好的location 自然而然的就会有更多的自然的流量 但是在疫情期间 你的所有的糖吃都没有了 那你的这个traffic就没有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一个正常的餐馆 可能它在疫情之前 它在第三方外卖平台上的订单 应该是占到它总订单的10%左右 或者好多一点的话 10%到20% 那疫情之后呢 来自这些外卖平台的订单会double 应该是会double 那你会占到20%到40% 但是你60%仍然是没有了 如果你回想一下 刚才我说的一些成本结构啊 只有这个食材是一个variable cost 就是你卖的越多花的越多 剩下的呢全都是fixed cost 所以说你不管你卖多少菜 你房租要交这么多 你的这个人力成本 基本上也不会有特别特别大的变化 所以说你疫情来的第一道 这个打击就是你的销售额下降减半 你原来一个月卖10万块钱 你现在一个月卖5万块钱 但是你的绝大多数的成本呢还是一样的 于是餐馆第一步不得不尊的呢 就是这个削减人手 我们也看到了在美国失业的第一批人里边 就是这个餐厅的前台 那是这没有办法啊 因为这个餐厅少了一半以上的收入 就是不可能负担得起这么多工资 好 现在我保留了可能一个前台 一两个前台 然后一两个后台 那我想尽办法把这个人力成本 从5万块钱一个月降到了2万块钱一个月吧 大家也都少拿点工资 包括店长啊什么的 可能所有人拿之前一半的薪水 那我这餐厅勉强还可以经营 那我卖至5万块钱里边 接下来就是第二道打击了 就大家可能有的了解有的不了解的 就是第三方外卖平台 首先他们会收消费者很多钱 就导致订单进一步的下降 就是如果我们在UberEats上点单的话 我们发现我们会交15%的service fee 然后15%的deliver fee 在这之上还要交小费 所以说你点一个30块钱的菜呢 你基本上你花50块钱才可以吃得到 当然在疫情之后很多这些费用被取消了 但是先不谈这些 再之之外 你30块钱付出去了 付给了这个餐厅 那UberEats把给餐厅的钱 还要扣掉30% 这是平台的referral fee和它的service fee 也就是说你在UberEats上 餐厅卖了100块钱的菜 拿到手只有70块钱 像我刚刚说了 就是你本身你这5万块钱里边 已经是没有margin 就是你已经在亏钱了 然后你现在是卖的越多 亏的还越多 但是你又不能不卖 你不卖的话 你是一分钱都没有进账 那你只能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付你的房租 和你的人工 但是你卖了的话 原来你的这个 你可能能有70%的毛利和5%的净利 你现在是只有40%的毛利 和这个百分之就是付的付的净利了 那但是没办法 就是你少卖的 那接下来就是 为什么这些餐馆还要经营下去 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关门 第一如果不开门的话 大家都没饭吃 第二就是绝大多数的餐馆 是有一个长期的租约的 他们这个租约可能是10年20年 那你如果要break这个lease 是要交很重的发金 就是你会损失你的deposit 如果你要关门的话 你要么是继续交房租 白白赔钱 要么是你如果不交房租的话 你会损失你之前的一大笔钱 如果你选择第二条路 就是你关门的话 你损失的不光是这个deposit 你还有所有值钱餐馆的投资 餐馆的投资就是比如说你的厨房用具 可能是一个commercial kitchen的冰箱 灶台 各种各样的油烟系统 那都是几万 十几万的投资 包括餐厅的装修 那你到时候你要在破产的时候 这些东西是卖不出什么价钱的 10块钱的东西 你可能能卖出一两块钱都不错了 而且现在几乎没有人收这些东西 所以说你这些所有的初始投资 全都会打水漂 那怎么办 绝大多数的餐馆 还是虽然是在赔钱 还是咬着牙去经营下去 可是疫情 哪怕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些 可以出门的这种条例的放松 但是绝大多数专家 他预测疫情会持续到明年年底 直到疫苗出现为止 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只不过是 我们不会看到像之前那样的吃饭 大家一起去吃饭的这种场景 就是餐厅 哪怕生意可以重新开门 流量也不会像之前那样子的 就是可能会有一半的流量 也可能会是一个先上先下 就是delivery和这个糖吃长期并存的 这样一个局面 但是不管怎么样 餐馆的生意是回不到 很难回到像之前一样 一个月十万块钱的那种销售额 那在这之后呢 餐馆还是会要么是在struggle 要么是在赔钱 那他们赔钱的话 那怎么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就是只能让老板去take更多的loan 就是去贷更多的款 去支撑自己的心经流 让自己挺过这段时间 最后这些钱不是不用还的 这些钱最后是要还的 所以说可能一个本来是可以赚钱 打算50岁60岁退休的餐馆老板 因为这个疫情期间可能要换债 换到60岁70岁 才能把这些债都换完 而且自己的生活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这就是疫情对餐馆的影响 回过头来呢 我们再想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第一就是第三方的平台 为什么不够 我们总结一下第三方平台 为什么是这个不是一个出路 因为它是会take餐馆的很多 很大的一个cut 它是要分很大的成 所以说会极大的影响餐馆的利润 第二这种第三方平台 它的demand是constrained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你在UberEase上买东西 你不是说有多少人去买东庭春 而是有多少人去UberEase 多少人在UberEase上看到了东庭春 多少人愿意在UberEase上 在东庭春上下单 最后才变成你的 而UberEase它的用户数量是有限的 它不是你东庭春的用户 而是UberEase的用户 那你比如说我东庭春 我现在觉得我愿意花点钱 或者说我愿意去做一些事情 来给我们用户提供一些实惠 然后来希望得到更多的用户 无从下手 你怎么办 你说东庭春现在打折了 请去UberEase上订购 首先这是一个赔钱的事情 第二你的绝大多数的新客户 是来自于UberEase 如果大家没有在UberEase上注册的话 你花那么大的精力去给UberEase买流量 这件事情也是完全不合算的 这就很尴尬了 再说最后一点 这些第三方的外卖平台 它自己并不是 它们并不是邪恶或者说吸血 它们是没有办法 才收餐馆和消费者这么多钱的 因为在美国是一个人力成本 特别贵的事情 你可以想一下 我们愿意为一个这种Delivery 付10% 15%甚至20%的钱 当然在疫情期间没有办法 我们可能会愿意付得更多一点 但是我们已经很不开心了 这种时候很多人就会选择 去自己做饭了 在餐馆那因为70%的毛利 记得 70%的毛利不是尽力 这种情况下 UberEase可以从餐馆来拿一些钱 餐馆还是要选择它 因为这是可以给餐馆带来 新的销售量的渠道 哪怕它赚的钱少一点 它只要能多带点订单 它就能多活一段时间了 但是哪怕把这些钱全都拿过来了 很多时候UberEase在送每一单的时候 都是赔钱的 他们除非说是一个人连接送好几单 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在学校送生鲜的事情 就是送一单 你要加上等人的时间 你再怎么快 再怎么快 一般也是在半小时左右平均一单 你在美国的一个人的人力成本 哪怕是part time 你可能也要在半小时也要在10块钱左右 你不算背后的所有的infrastructure 就是连人带车 半小时10块钱应该不止 就是10块15块钱 你送一单你的成本就是10块钱到15块钱 你可以想象这一单大家都要赚钱的话 怎么赚很难赚 这是为什么第三方平台不够的原因 回过头来说 在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是第三方平台不够 一方面是我们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之内 我们的revenue 尤其唐吃的revenue 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下降 那怎么办呢 我们给东庭春一起做出来的方法 最好的办法就是 我们有自己的网站 我们有自己的外送服务 我们有一个 现在东庭春是有一个网站可以自取